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诗行立即找集所有徒弟 礼拜五当祖师张三峰 无德是练清空的基本 会晤不要有德不是德 练清空和做人也是一样的 一辈子这一陪那些全做起来是一身 身正为犯 得高为师 在陈诗行的言传身教下 徒弟们的清空日日精进 按照阶段进展 陈诗行开始向徒弟们传授 练习清空的第三步工法 蜻蜓点水 清空天水是练平衡 练速度 练准度 使身体重量平均分布在每一根桩上 要求是尖不要跑到窗外 注意 对 清空练习的第四步为走壁 难度极高 为了更好地让土地们学习这种难得一见的工法 陈诗行决定亲自演示一次 他的师弟听说此事之后非常担心 清空就是一次次超越 我还是想超越一次 十一岁时 陈诗行上武当山 百诗学艺 在这里 他不仅学到了功夫 更学会了左脸的道理 对这座大山 他心怀感恩之情 我只能教你 我只能保持人 我只能保持人 还想數不更好 是 我只能保持人